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时候女儿嫁出去 嫁好嫁坏 我们当什么嫁 这叫什么嫁 良嫁这一边 女儿嫁出去那天 你要带墨镜知道吗 就不要看到 嫁出去的女儿 就泼出去的水 你不要去管人家 他要怎样 他要去打死也是他的事 棺材又不用你买 对不对 他以后也不会放在你们家 他不可能放在良家 是不是 对 所以你就不要去管他们 你没有去管 腹梯之间称桃趴 称威和 那个舌头啊 和牙齿啊 都那么筋那么好 有时候吃太快也会怎样 咬到呢 你不知道什么叫心腐气 你不但大概你没有那个经验 我有那种经验呢 吃两口饭咬两次 有没有厉害 眼泪都掉下来呢 眼泪都掉下来呢 左边右边都弄掉 清歪歪 就是你本性就在当下不是很清静的情形之下 就好像有肃琴在 在缓的时候 每一口都错 每一口都错 所以我的经验说 这个多这么好都会咬到呢 那一呼吸出现在的事情 你就不要去管他 不要去管 包括好像你的儿子 洗手那耳朵都不要去管他 忍老啦 墨镜戴起来 所以上帝就有告诉你啊 你忍老了 耳朵一定会很重 知道吗 你不要每天去咬那个耳朵 把他咬掉 那个叫教育骨你重的 教育骨你重的 眼睛都会比较花 有没有 有 就是各位叫你花的什么东西 不要看太清楚 对不对 所以只要有家庭有问题 要来找我的 我都没有空 因为有时间 我的时间可以去处理你家庭的事情 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吗 清官难断 家务数啊 所以这种事情来找我不可能 你不觉得我很有诋毁 很多人找奇怪 怎么存在这么绑 不是 家里的书 没有在管的 不要去管那些 一支草啊 一点路 很多事你不能讲清楚的 不能讲清楚的 对 你懂得这些诸厚 你懂得这些诸厚 这事情就好办了 有时候人家夫妻找个家 没事 就是你这个老爸老妈 你这个这个弟弟 插下去才完的 你知道吗 回来啦 不要插什么饭啦 我滴死了 你看 就是你那一句话 你那三天后就会好了 你就喊这个一下 你怎么办 一喊就完了 对啊 不要小看这种动作 顺便在这里 你跟你教怎么去做 做长辈啊 怎么去做兄弟姐妹 没有 你有没有听过 就是生了女儿嫁出去 接连最后连接发生问题 有没有 有没有听过 有听过 懂得这件事有点几手 不然我就一个人懂 都没有人懂 只有我懂 是否说 女儿嫁三 就是你的女儿嫁出去的时候 都一直被欺负 一个一个被欺负 知道吗 就大女儿二十三十 其实都是被欺负 就是有那种的 那是女儿巨人 不听吗 不听过吗 这个时候不要有那个杂家产那个名词 你知道吗 现在是爸爸妈妈 很诚心诚意说 杂家你就拿去好看 你拿去好看 人家做餐 拜托耶 这时代不一样啊 不要讲这样 是不是 这么说拜托 他还不要呢 不要啦 拿去啦拿去啦 很勉强拿去耶 对不对 是不是 A不一样 这些时代不一样的 你看我们以前要出个芭蕾 都还要去这样这样 对不对 是不是 那现在是这么大歌 要不要要不要 不要啦 不要我不要 你看他从小都没有匮乏 你知道在切你什么东西 没有啦 那个时代已经没有那个 不要讲那个 不用去讲那个话 所以听书吊钱 我给这些例子要给你知道说 这么多的前辈人家走过去 所以有此可见 那种潜力是有多大 是有多大 你就是有这么大力量 不要遇到困而知之 受困的时候才了解到人生 真的 平安顺遂的时候 要为什么 筹谋啊 要为筹谋 经过六万多年了 到底欠人多少 我们又不知道 既然不知道 我们是不是平常 顺顺的时候 你的严神还在 很懂书的时候 你有能力判断好会的时候 你是不是把它揍一下 不是很好吗 对啊 揍 做给它盾了嘛 要用的时候才不会啊 才不会有问题啊 所以说有些修道人都将自己 当作客人在看待 看到道场不好的地方 比来比去 讲来讲去 那好可惜 这是亏本的生意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家不是你的家吗 是啊 为什么你到底在讲谁 这个地方有张 你也是其中一份啊 你看这次二班的时候 文才真神就叫了一个同修起来 他在开护康康巴士 今天有没有来 他就是都一个时间 就这里扫那边扫这里扫 那一直一直一直 每一个地方就一直扫 一直扫 对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当下 都在赚他的功德 都一个时间不要去浪位掉 也是很新的道清 好像是仁德班而已 哪一区的 十区哦 五十一区哦 五十一区哦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常常看到 来这里来这里 去杀杀着 去去做 就是这样 像这样就会成功 你沒有看見老壇主以前就這樣 我爸爸以前就是這樣 晚上睡覺之前他每一個門 每一個開關都去看一看 到最後 所以老壇主在的時候 董事長就說 有婚禱主題 我要去睡覺很安心 我還沒看見哪一個電燈沒有關 沒關哪一個冷氣沒關哪一個什麼什麼 對 你看一個人給人這種信任很重要 很重要 對 所以說 你到那個地方地 你的家也好 你到這個團體也好 這就是你的家 既也是你的家 你看到哪個地方不清潔 哪個地方有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對不對 不用去主責什麼人 不用 你能做就做 不能做你就交代人家說也可以 也可以 提醒人家也可以 就像你昆道的廁所 裡面的馬桶壞掉了 裡面哪一個開關壞掉 你出來一定要講 你不講工程之內不懂得進去修理嗎 不知道啊 男生也沒有進去過你們的廁所裡面 所以哪裡燈壞了 哪個東西壞掉你出來沒有講 就是一直在那邊漏水而已 你講一下 無形中就替道場就賺點小錢 不然漏水是不是在花錢 水漏下去就是在花錢 就是在消耗 這一個小動作 好 所以 不要說 只去平溫這些好壞 你就入內的時候 這些都是我自己的 都是自己的 所以我常常提說 這個家是誰的 誰的 誰的 對 不要說大家的 大家的和自己的又有差 大家的就不一樣了 大家的 反正大家有 我不知道有誰這樣 自己的 你就看著辦 看著辦 真的是很不簡單 好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感恩 我們在這個地方受到 天人私德的栽培的教育 教育諸 如果你要落書於這樣 地主國會落書於生活裡面 你能幫忙做得到了 你做多了到最後就熟了 越來越做越熟 越做越有經驗 在這個領域裡面 你就會去突出 你就會突出 那和你的協力是沒有關係的 你看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的所有的設備 包括電腦化 包括電腦化 包括這些控制的設備 音響這些 你覺得不知道誰在用 你們想不到 這個人學歷不高 年齡很大了 這是我們的張登奇老師 你看 他是一個山上的小孩 讀國中畢業 讀國中畢業 我們整個電腦化 電腦化 包括3C產品的東西 包括我們的門禁的控制 監視系統 一路上我們兩個就像兄弟 要一直搭配 他就一直提醒我 一直提醒我 一直提醒我 我說你就是用心去把它協會 我懂就好了 因為我懂了之後 我就會忘記 我又要去開發新的東西 就是這樣 你看現在 你看 也是六十幾歲了 我看他老得很快 你知道嗎 後繼如果沒有人再去把這些工作 接起來是不行的 因為我們不是一個企業 我們企業可以去請專主人員 在那邊上班 對不對 一請下去 你要花多少的錢 就完全是靠助工 來維持整個的運作 說實在這些助工是比 請來的工人還好 工人是打下去8點上班 5點怎樣 下班 我們就是9點上班 晚上10點下班 9點下班 超過10個小時沒有加班 也沒有薪水的 為什麼能這樣 就是自己的家 對不對 就是把它當作自己的家 當作自己的家 才能去應酬 你不要小看 你不要小看 所以你看 有些電器的維修部門 每一個部門 尤其是電腦化這個器官 那個都很順道 但是很厲害 他都會 真的只要有能力 和學歷是沒有關係的 像我們現在陰控 我們的鄧老先生在裡面 陰控 鄧老先生 也是他就把他拉出來 他是藥劑師 他是藥劑師 他說你藥劑師賺錢很簡單 反正有人生病就在找你 你就開一開就走了 有空就來copy那些音 你已經講過的課 你就趕快copy起來到硬碟裡面去 我講一個鐘頭 他們也要call一個鐘頭 後住工作 我在這裡講一個鐘頭 導播在下面 我也是九個小時 要做十五個小時 才能播出來 你看每一計畫 聽了之後要不要寫字 寫字又不是他誰的 寫字是別人寫的 寫出來的字 聽說他講的話都差很多 沒有啦 他寫到哪裡 寫到中國大陸去 給我們的春老師春話聽 聽 好在他已經聽習慣了 這一個台灣國語的 聽了之後 我說前面刻壓 後面刻霸對不對 霸對不對 霸 他把它寫這壓霸的霸 阿霸的霸 是霸 好霸三個霸 為什麼 年輕人寫的 年輕人不太了解台語 就這樣 還沒有關係 重點就是說 你看後續有很多人在工作 我講一個鐘頭 你知道你寫出來要寫幾個小時 你知道嗎 最快的速度要八個小時 最快喔 我一個小時你要寫八個小時才寫完 沒辦法 你有寫過嗎 沒辦法 有的要寫十幾個小時 我為什麼能說八個小時 就是有一個殘障的 殘障的小女生 年輕人 他沒有辦法跑去哪裡 他就很認真聽 聽久了他就聽習慣了 最快說八個小時 他有寫過就知道 他說八個小時寫不起來 你不要想要一個動作 能播出來 一個節目一個鐘頭能播出來 後面的工作多少人在做 你不要看我在這裡講一個鐘頭 那我要不要準備 要 我不是一個專題講 打遍天下 是每天換一個專題 就是這個意思來 好 所以 這一個詞 我可以做到 我可以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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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